Hello,大家好,我是And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对于云丹网盘来讲的话 很多小伙伴是又爱又恨 现实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是很需要这个东西 但是国内外很多网盘厂家都有很多的限制 要么就是这个容量太小 要么就是这个很多文件不能上传 要么就是大文件不能上传 再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很多格式的文件 不能分享等等诸多的限制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网盘 就是说真正的能做到 只要它不倒闭 真正能做到这个无限容量 无限空间给到你用 那么它上传下载都没有问题的 不限数 它是基于这个Telegram官方出品的一款这个成熟网盘 很多小伙伴应该猜到了 没错 它就是Telegram OK 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还是在这个VM虚拟器里面 Windows系统里面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OK 首先我们打开浏览器 进入到这样一个T Drive的官网 大家看到这是Microsoft的官网 OK 进到官网以后 就是这样一个T Drive 它的图标就是跟Telegram是差不多的 比较像的 OK 这下边的话 它的描述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里都是英文 我们给它翻译一下 OK 我们给它翻译一下 翻译完了 之后官方是这样说的 T Drive是基于Telegram API的免费无线云文件存储 OK 免费的无线的云文件存储 不光是免费 它还是无线容量的 OK 然后它是安全的 你的所有文件都会保护 那很舒服 什么复制 移动 什么的跟Windows资源管理器一样 OK 它很快 文件上传下载速度是没有限制的 当然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这个当然还限制于你的一个科学上网的速度 科学上网的速度 OK 因为它是Telegram的产品 所以这个需要在科学上网的环境 下才可以使用 那么它在Windows10、11都是可以用的 重点它是免费的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 它只有一个Windows版本 安卓版本 其他版本还在开发当中 OK 好的 它的下载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在官网上面 直接点这个地方 在Store应用程序中取得 你点了这个按钮的话 它就会短到Microsoft Store应用程序里面 第二种方法其实更简单 你直接在电脑上的Microsoft Store里面 我们打开它 直接在这里面搜 搜它的名字就出来了 OK 到它官网以后 我们在Apps里面搜也可以 直接在这里面搜也可以 打比方我们搜这个题 转 OK 就是这一款了 就是这一款了 OK 我们这边呢 就点获取 点一下以后到这个界面 OK 这个地方我们点这个安装 安装 点一下 它就会自动下载安装 OK 速度很快 已经安装成功了 OK 安装完成以后的话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就有一个T drive的一个标示 这个就是表示刚刚安装的 那大家都知道它是需要一个科学上网的环境的 那我们先打开这个科学上网 我们用这样一个科学上网的工具 这个工具非常好用 我全几期的节目也有对它专门做一个介绍 OK 这里点 连接 OK 这里显示连接成功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打开它 打开它 它的登陆方式有两种 一种就是你手机打开你的Telegram 然后进行一个扫码登陆 第二种方法就是用你的手机 用你的电话号码来登陆 那这个是电话号码登陆的一个界面 OK 这个还没有注册Telegram的小伙伴呢 可以看一下我往期的一个节目专门制作了一个如何注册这个Telegram的一个视频 大家没注册的小伙伴可以参照我那个视频的注册一下 OK 那我们返回来 我们还是用这个二维码来扫一下啊 我们打开手机上的一个 我们打开我们的手机 OK 给它缩小一点 OK OK我们打开手机上的Telegram啊 当然的话也是全体是要先打开这个科学上网啊 OK 啊 我们打开一下 打开以后的话 我们点这个左上角三条杠 OK 点这个设置 点设置 然后下拉 这里有一个设备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呢 这边有一个扫描二维码 OK 我们拿手机来扫描一下 我们桌面上这样一个二维码 OK 扫描以后呢 这边是显示验证成功啊 验证成功 那稍等片刻 看看这个网页这边的反应啊 OK 那现在来讲的话 大家看到啊 网页这边出现了一个就是提示框 OK 我们点击打开啊 这个提示框的意思呢 就是要打开这个文件系统啊 它可以用这个电脑的文件系统 OK 我们这边点open打开 OK 打开以后 在这个界面 我们把这个应用权限文件系统给它打开一下啊 我们点开 OK 我们点打开 好的 打开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界面给它关掉 好 这个给它 这个给它刷小一点啊 倒回来 倒回来给它刷小一点 OK 好的 那我们再次打开这个t drive 好的 现在我们就进入了这样一个t drive 这边有一个欢迎界面什么的 我们跳过 OK 这边我们也把它关掉 好的 就到了这样一个界面啊 非常简单啊 非常的简单 啊 那同时来讲的话呢 我们的手机上啊 手机上这边 会收到一条消息啊 会收到一条消息啊 会收到一条消息 在收藏家里面 会收到一条消息啊 啊 它提示说不要删除这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是这个t drive工作的时候所必须的啊 不要删除 OK 好的 这个界面的使用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啊 比较简单的 这一边有一个add按钮 OK 点一下以后呢 它是add就是增加上传的意思呢 这一边就是上传文件还是文件夹 啊 OK 这一边是一个下载 那我们尝试一下啊 我们尝试一下啊 啊 用这个方法也可以 或者直接呢 我们在桌面上把文件拖过来也可以 非常的方便啊 OK 我们拖一下这个文件就到这边来了 对不对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文件 那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download的下载 下载的意思就是可以把这文件下载到本地 或者其他文件夹 那这一边就是创建一个文件夹 OK 这个是剪缺复制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一个是更名 那这个是创除 这个是分享 这一边就是显示这个文件的一些类型啊 名称啊 尺寸啊等等 这些东西 这一边是这个图标大小还是怎么样子啊 那图标大小的一个选项 这是小图标 OK 这个就是上传和下载的一个显示啊 上传和下载过程当中的一个显示 那么同样也可以用这个办法啊 用这个办法 我们选一个文件夹 打比方我们要上传一个文件夹 OK 我们在 我们在桌面上啊桌面上选一个文件夹啊 打比方这一个啊 我们选这个文件夹 让它传过来 OK 这一边的话呢就正在这个 正在上传当中啊 已经上传完成了 OK 那这个文件夹就是我刚刚啊 拖过来的一个文件夹 OK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手机上啊 Telegram里面看看 那这个收藏夹里面啊 它上传的文件都在这个啊 收藏夹里面都看得到啊 你在手机上也可以看得到 你在电脑版的这个 Telegram里面也可以看得到 你只要下载的话呢 OK 啊 它就是刚刚这个图片文件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刚刚这个文件夹里面的文件 都在收藏夹里面 OK 你只要不删除的话 你一直就可以使用 看得到 也可以下载到你的手机本地上去啊 非常的方便 那另外它还有一个功能的话呢 就是分享功能啊 分享功能 那打比方就是这个分享 share分享 那我们打比方把我们这样一个图片文件 分享给我的好友啊 它的局限就是说 这个分享的对象 必须是有Telegram的好好友才可以 不然的话你分享不到的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功能 我们点击分享 分享再在message这个地方搜索一下啊 就是Telegram的好友啊 那我尝试搜索一下 好 搜索出的这个历程有这么多啊 我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这个地方点点分享 OK 分享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看看我们的手机上啊 这个Telegram里面有没有收到呢 这个就是了 OK 这个就是了 刚刚这个分享的这个图片 对不对 就是这个图片 就是这个图片啊 非常的方便啊 非常的方便 当然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些文件啊 下载到本地 那这边一个download OK 我们测试一下 打比方我们给他下载的这个文件夹里面啊 就是桌面 刚才那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选择一下 OK 选择一下我们就点下载 OK我们在桌面上打开这个文件夹看一下 OK 这边就有一个这个图片文件 对不对 就是刚才那个文件 OK 我们随便这个打开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刚刚下载的文件了 所以说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非常的方便 它的上传下载速度呢 就取决于你科学上网的一个速度 OK 当然的话下面这些广告呢 这个就不管它了啊 这个是开发者 这个一次这个网盘运营的一个盈利盈利的方式 OK 好的今天这期节目呢 主要介绍的这个T drive的一个使用方式啊 使用方式啊 其实使用起来是算是得心应手的啊 当然的话缺点也不是没有 只是说看大家的一个习惯啊 好的本期节目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